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一周又过去了 又到了我们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的时间 也是我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时候 今天我们开始讲耶稣的行为的第三节 第一节我们讲了耶稣捷径长大麻风的人 第二节我们讲了耶稣治好百夫长的仆人 很多人觉得我讲的不错 因为讲出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或者不能说过的话 我也是很感谢大家的鼓励 但是我的分享没有那么的重要 只是我的个人的意见之一 只是我的个人的阅读体会之一 千万不要高估我 但是我们说过耶稣在他的行为展开的时候 头两个都是治病 第一是治好麻风病 第二是治好百夫长的仆人 都是治病 第三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治病 我们先看一看 然后我们再开始讲 第三很短 但是我们要把它深度的辨析 深度的思考 日夜沉思上帝话语的人 便为有福 好啊 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 见到了彼得的岳母 害热门 以虐计呗 是不是 就躺在那儿 耶稣呢 把他的手啊 一摸 摸他的手 摸了这个彼得的岳母的手 然后呢 热就退了 不发烧了 是不是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用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首先呢 把这个文本呢 我们要细读一下 这是我的特点 一定要细读 一定不要读完了以后 你就以为就读完了 有的人跟我说 我读圣经已经读了好多遍了 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 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 我读了七遍八遍 九遍十遍了 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没读过 是吧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一个读书的诀窍 所以我最不喜欢 有些人告诉我 我去年读了一百五十八本书 前年我读了三百多本书 人生真正值得你展开细读的书并不多 大多数的书都是拿 大多数的书都是这个可有可无的 如果有一本书 你真的是觉得必须要读 那你一定要细读 所以圣经细读 哪怕就有一句话 够你想一年的 够你想两年的 够你想一辈子的 对吧 所以要进入一个文本细读的状态 真正把这个书啊 要读进去 读了以后还要写 是吧 还要整理自己的思想 什么叫沉思上帝的话语啊 你要整理你的思绪 你不能思懂非懂 那不行 中国社会啊 中国人呢 最喜欢搞这个思懂非懂的事情 好像懂了 其实不懂 我告诉你一个基本的原则 如果你读了一句话 你比如说我今天读了耶稣一句话 比如如果说你读了一本书 你不能把它表达出来 什么叫表达呢 就是用你的语言把它说出来 用你的文字把它写出来 你如果不能做到这一步的话 说明你书没读 因为这个维托根斯坦 说过一句很传的话 如果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 你就不要说 你就进入静默 沉默 静默 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中国你告诉我 有很多个话 你其实都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玄之有玄 是不是 什么叫玄之有玄呢 只可一会 不可言传 这是骗人的 如果他只可一会 不可言传 这说明它是个骗局 凡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 人要进入静默 是吧 因为我们人是理性之人 人是知识之人 是吧 我们人的时候之所以灿烂 是因为有知识 而知识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 是可以表达的 对吧 所以语言不能呈现的东西 你不要在那里五迷三道 你不要在那里玩 假装深刻 你不要在那里骗别人 你只能进入静默 所以我说过 你如果读了一本书 比如我们读圣经 你觉得圣经太好了 真的一定要读 读了以后 你要把它写 要写读书笔记 如果你写不出来 说明你没读懂 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这是一个黄金法则 黄金法则 我是受到这个 维特登斯坦老师的启示 所以我是特别喜欢写 读经笔记的 我在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圈子里面 我那个时候 微信还没有被封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建了一个读经群 叫读经写作群 我叫做读经笔记 我要求凡是进我全的人 你一定要把你的笔记拿出来 要看 要分享 写得好不好 不说 你至少也要能写出来 你能够表达多少 说明你的思想就有多少 真的 中国有很多的东西 它都不能够表达的 是吧 不能够表达 比如说中国有很多个词 叫做什么 叫做禅宗 禅义 什么是禅义呢 我有好多兄弟们 都在那玩禅义 是吧 写诗的 画画的 是吧 中国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吗 都表达不出来 是不是 表达不出来 你就沉默啊 你干嘛要得得瑟得瑟 要说呢 是不是 很有意思 所以我是强烈建议 你如果喜欢我的这个读 读圣经的这个节目 我希望你能够拿起笔 你能够写你的读经笔记 真的 如果你愿意跟我分享 你的读经笔记 我想非常的高兴 我们一起共同的学习 共同的借鉴 共同的 这个变成一个会思考的人 会表达的人 是吧 说多了啊 我们说到这个正题 说耶稣到了彼得家里 见彼得的母亲 喊热饼躺着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 然后就退了 你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耶稣的动作 他是摸 是吧 所以摸 他是耶稣 他也是个行为的耶稣 对吧 所以这个 我们不要把耶稣呢 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的特别特别神秘啊 不要说的神秘 耶稣他是用手摸你的 那一摸你就好了 真的 所以基督教思想史上 就把耶稣就戏分成两个属性嘛 叫二性嘛 是不是 耶稣其实是神 耶稣呢 也是人 所以你看到这个摸字 你要想一想 所谓摸来摸去 只有我们人与人之间摸来摸去嘛 是不是 如果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 是不用摸的 他进来就进来 他不进来就不进来 但是耶稣这里的动作是摸 他是以人的行为 那于我们之间产生一个伟大的公民 真的 所以行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第二个热点是什么 你看这个彼得的岳母 他病好了以后 他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 是服侍耶稣 这个话你也要停下来 你要想一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去服侍耶稣 就是你不要老是叫耶稣帮你做什么 耶稣都把你的病给摸好了 结果你起来 你就去干别的 现在你不服侍耶稣那不行 所以我以前跟王爷在一块 我们后来就达成个共识 一定要以服侍耶稣 作为你的生命的目标 因为耶稣已经爱了我们 真的 所以王爷说过嘛 他以后他不会写一个与福音无关的文字 我现在基本上我的文字也都是与福音有关 虽然很多人觉得我可能没有资格 但是这个资格 有没有资格不是人说的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每一周都会讲一点圣经 我的节目里面很多都有圣经的话语的影响 我的所有的思考都来自于圣经的第一推动力 我是在服侍耶稣的 不是我夸自己是不是 所以你也得问自己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就是 很多被鬼附的人来到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 有点意思吧 这回耶稣没有摸 是吧 他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 很多人就觉得 哇耶稣好厉害 一句话就可以把鬼赶走 但是你有没有记住 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 当耶稣给人治病的时候 他是用手摸的 是不是 但是当耶稣去驱赶鬼的时候 他是用语言的力量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最大的敌人呢 是那种抽象的敌人 鬼你看不见摸不着的 你想跟鬼大战三百回合 挥动你的宝剑 你是没用的 我以前还写过一首诗 是吧 就拯救母亲 我是不是在梦里 我梦见我自己拿着一个宝剑 一堆的魔鬼大战 最后我取得伟大的胜利 其实你跟魔鬼大战 你用的是你的话语 用你的语言的力量 耶稣用一句话就把鬼赶走了 所以他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你读耶稣的话 你只要记住耶稣的话语的力量 你也要记住耶稣的行为的力量 而且的话 他之所以做这些事情 他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事实 因为先知以撒亚 很早很早就说过这样的预言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他担当我们的疾病 所以耶稣跟我们同在 耶稣变成一个人 是不是 以一个人的样子与我们同在 他是要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那也就是说你在爱耶稣之前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有疾病的 我们是充满了这个有限性 和不确定性的这么一群人 所以你不要高估自己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主导文里面 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我说过这个 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 你到底怎么去展开你的思考 展开你的行为 所有的奥秘都在主导文里面 何口说 主导文里面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每一个词 你都要把它要 要思考 我是建议你主导文里面 每一句话 你都要写成一篇文章 让你写成一本书有点困难 但是你一定要写成一篇文章 真的 比如说最后一句话 国斗权柄荣耀 都是你的 直到永远 这里面有一个词权柄 我跟很多人焦虑的时候 我都提醒他们 我说你要注意权柄 权柄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我们知道魔鬼掌权 但是一方面我们知道 耶稣已经胜过魔鬼 所以我们就知道 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词搞清楚以后 很多事情呢 不好意思 你就不会再去思考了 你就不会再去说了 你就会意识到权柄这个东西 是我们靠近耶稣的最重要的一个奥秘 耶稣你看治病吧 他治了这个大麻疯的病人 他治了百夫长的仆人 他治了这个彼得的妈妈 彼得的岳母 他还赶走了鬼 这些都是耶稣的主动的行为 耶稣又说耶稣他愿意治谁就治谁 不愿意治谁就不愿意治谁 权柄在他那儿 那我们人是一个什么境况呢 我们人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们人是一个有疾病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记住啊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邪恶 就是试图夺取上帝的权柄的行为 你一定要记住 所以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些个经文以后呢 就想哇 信耶稣真好啊 可以被耶稣治病呢 你不能这么想 因为耶稣治你不治你 那是耶稣的权柄 什么 而且他都有一个一些个伟大的共鸣的 你跟我们说过嘛 他治疗大麻风的时候 他怎么说啊 主啊 你若肯 你就必能让我接近 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 首先承认了上帝的权柄 主只要愿意 主就能治我 你治这个百富长的仆人 他怎么说的呀 就是主啊 你都不用去我家里 是不是 你都不用去 你只要一句话 是吧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 这是什么 这是耶稣的权柄 自己一定要记住 你看为什么这个彼得的岳母 他治好以后 他马上就服侍耶稣 他意识到这是耶稣的权柄 我们很多人 他想把耶稣的权柄 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你一上来一开始 就犯错误了 一定要反反复复讲 要思考什么是权柄 一定要能够 哎呦我怎么说的 要像我一样 把一句话把它细分之后 要能写出一篇文章 写出多少就算多少 写出的文章肯定不是真理 肯定不是全部 但是代表你思考 真的 你如果不能用语言说出来 不能用文字写出来 说明你没有思考 还有就是 当你看见耶稣的权柄的时候 你一定要承认 我们人类的近况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我们人就是两种近况 近况 不是最近的近 而是这个环境的近 人的近况就是两个词 第一我们是软弱的 第二我们是生患重病的 我们就这么一个人 所以你把这些事情想明白以后 你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公共叙事 这也是我的特点 所以你看共产党这个组织 他就是什么呢 毛泽东时代 他就讲说是不是红太阳 红太阳的思维方式 就是试图抢夺上帝的权柄 不承认我们人是渺小的 与天斗与地斗 其乐无穷 他不承认人类是软弱的 不承认人类是有限的 可重要了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承认 尤其是你成为了基督徒以后 你更应该承认人类的软弱 更应该承认你自己的软弱 你不要老觉得自己是个圣徒 你是不是个圣徒 你死了以后你才知道 当你有一天死了 你是因为你的行为 上帝奖赏你 你变成一个圣徒 那是死了之后的事情 我说过无数次 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 你不要幻想是一个圣徒 连天主教这样的组织 他都知道 如果要认为一个人是一个圣徒 那一定是这个人死之后 你才能给他一个圣徒的名义 你不能一个人活着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是个圣徒 你有病啊 是不是 为什么 你是没有思考 第二就是疾病 所以你看共产党 他就是这样子 一方面他五个自信 当习近平五个自信的时候 当习近平 当毛泽东这个什么 红太阳的时候 是吧 当毛泽东与天都 与地都其乐无穷的时候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 他高估了他的能力 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 其实他是在最基础的观念层面 我称之为原初观念 他不承认人的一个境况 人第一是软弱的 第二我们人是都要得病的 当然还有第三呢 就是我们人都是要死的 耶稣是为了这三个人的境况而来的 解决人的境况 怎样解决人的软弱呢 怎样解决人的疾病呢 怎样解决人的死亡呢 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以后 你就发现我们中国人生活啊 从一开始就没活明白 读耶稣 读圣经的话语 如果你真能展开的话 你脑重要了 而且我告诉你 一旦你读进去以后 你发现你根本不可能再被共产党骗了 这共产党倒是蛮聪明的啊 无论是毛泽东周恩兰 还是这个邓小平 还是这个邓小平 还是江泽民 还是胡锦涛 还是习近平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是挑战上帝的权柄 对吧 都是不承认我们人的软弱 不承认我们人的疾病 这个疾病你也可以理解 为是人的错误 是不是 这很有意思的 胡锦涛就公开说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跟习近平干的事是一样的 对吧 你如果认为自己都没有疾病 你当然不需要医生了 那把它扩大一点 就是中国人如果你不承认 你自己是有错误 共产党 你认为你自己是个伟大 妄容正确的人 你当然也不需要医生了 你把这些话想通以后 你不觉得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吗 谢谢